在任務裡面你往下走 有一些免費的線上服務 還有什麼免費的影像素材的資源 你可以找找 在線上服務的部分 有幾個 也就是說 你會發現 我們現在協奏平台在這邊 你要處理 有沒有發現照片需要處理一下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找這些線上服務去哪裡找比較好 這裡有兩個你倒是可以參考 一個是 這個叫Photo 一個叫PhotoJet 兩個都不錯 都是線上的 跟各位在用那個APP很像 直播呢他就直接是雲端的 你就不用太過傷腦筋 那我打開這個 PhotoJet 這是一篇介紹文章 介紹文章 那你往下走往下走 就會看到他的網址 他有蠻多的 你喜歡 就自己點一點 跟APP 真的很像 往下往下在這裡 那你用Photo的也是很不錯 這裡 Go 按下Go 就可以零過去 當然其實你知道網址 直接點過去也可以啦 意思是一樣的 那你進到這個網站之後呢 這樣 我們主要要用的 會是這一塊 就是Design的部分 設計的部分 或是你要把多張照片合在一起的 這就是什麼 就是多張的合成的 那我們就從這邊開始 你可以點一下 有沒有很多範本 對不對 這裡有很多範本 你可以選選看 你要哪一種的 你要哪一種的 比如說你是做AD的 做Banner的 這邊也都有 這邊都有 假設你要點進去 好 現在呢 你進來了之後 就可以看看哪一個範本你比較喜歡 那麼 他在這個上面啊 有 黃罐的 你就知道 要花錢租用才可以用黃罐 就是付費了 所以這裡就不用找啦 你就找這邊啦 點一下 有沒有這張進來了 那你就可以針對你要改的部分點到他 在這裡 看看你要什麼樣的 字型 那這個網站 對中文的部分 基本上就只有 應該是細米還是 那個黑體 那如果你要多一點的 我就建議各位 如果你要對中文好一點的 你可以找這個 叫Photol Photol它的中文的 選擇 字體就比較多 字體就比較多 那 剛剛這個你選的 然後呢 你可以改變自己 你看左手邊 先有範本 挑好了 是不是找自己的照片 對不對 你也可以用自己的照片 看你要他 我覺得覺得他不OK 我就叫自己的照片進來 好 就叫自己的照片進來 你需要什麼樣的效果 在這邊 放個 這樣子 這裡 還有進階的 有沒有 你可以做一些調整 那你要打字 這裡也有一些森筆 可以放進來 然後呢 還有一些插圖 有需要的 就可以從這邊 再找一些插圖進來 今天因為要set up一下 這樣大概了解 這些是線上的服務 所以你可以做參考 這個是我們先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是 影像處理的部分 你可以像這樣去做一下 那再來就是說 那我要找 素材 假設我沒有 影像處理器 我就要找一個比較漂亮的背景 比較適合的背景 你就往下 找一下 有沒有免費的影像影片素材 那在這裡面呢 這裡面 我們大家找沒有版權的嘛 所以呢 你可以看一下 創用CC 各位應該大家智障都知道吧 學校應該 著作權法 的那個宣導的部分 應該都有提到 那我們最重要就是 你要找的是什麼 找CC0 這是0 然後 PDM 這兩種類型的 因為呢如果你用傳統的標準的 創用CC 那你最少最少 也要怎麼樣 做一個連結回去嘛 說這是誰的 但是呢如果你找的是這兩種的 只要你是人 就可以 自由拿走 不用告訴他 他來自哪裡 這樣好嗎 所以呢 你可以找找看 所以我寫了幾篇 文章 是關於這一塊的 你就把它點進去 點一下 像我這邊寫的這篇文章 關於圖戶這件事 有沒有 西西林圖戶的 那 有一些 創用CC的說明 這是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最少你要有個姓名標示 告訴人家是哪裡的 但是呢如果你用 這兩種的 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就沒有這個問題 那我們找一個 有中文的 你去看一下 這裡有中文的 你就點一下 假設你要 適合的背景 你找 Background 這邊雖然用中文可以啦 但是我會比較建議就是 你用英文 可以找到更多 你就可以看看 什麼樣東西 適合 Background的 有沒有 好點進來 你就按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 這有西西林授權 他說你可以拿去當作商業用途 不要告訴我來自哪裡 這樣沒錯啦 你就按下免費下載 他很貼心的告訴你 這樣不夠大 我有更大張 這樣OK 所以我就按下載囉 應該 1920就夠了啦 好 你知道不是機器人就好了 因為現在 網路世界太多機器人 按下載 有沒有馬上下載下來了 他應該沒有問題你是誰吧 你也不要告訴他你是誰 好嗎 好那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拿來你這邊 你要當作是第二頁的 我們就拿過來 變更圖片 自己上傳 所以你找到 下載 這一張 就上去了 好那當然這邊 你的什麼 標題的 類型有關係 你要大一點的 有沒有圖片比較大張 這樣會的吧 所以這樣子的話 你的 頁面 就可以找到比較適合的 所以 這個部分讓你 稍微了解一下 那如果你去找英文的 更好 因為英文的更多 比如說我找這個 剛剛你看中文的 他是有 比較清楚的標示 那我們在這邊 一樣的 你可以找 好 好 很多很多 所以你要哪一個 按下去 好 在右手邊 右手邊 有沒有找到不同解析度的 當然每一個不大一樣 那一樣的 有沒有看到license 是不是商業用途OK 再來 可不可以修改 也可以修改 都OK 所以這個是CC點的授權 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比較方便去用它 一樣把它下載下來 他還是難得問你 你是誰 就直接下載 這樣沒問題了 所以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囉 那你可以去找找這些 那如果你需要的 不是什麼 不是這種背景圖 而是一些插圖 請問要去哪裡找 如果你要有這些插圖的話 你覺得要去哪邊找 裡面有放 比如說open clip art 那個就是美工的插圖 然後呢 還有一些 那個 別人寫的 文章 裡面有一些插圖的部分 你也可以參考一下 這樣子 其實你的素材 是不是多很多 解決了一部分 各位在什麼 版面 美邊上的問題 對不對 你就審視很多 那 這邊順便跟大家提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假設你是要找插圖 最好是找背景透明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的那個區塊有色背景 你疊個白色的 圖片上去 這樣是不是就很突兀 那我們現在網頁呢 都支援什麼 都支援 就是 透明度 那那種圖片格式就是png 就是png 那麼如果你要找png這種圖 你可以來 這邊 就是我們的美工圖 我剛有提過就是在背景的部分 比如說你找這一個 這個open clipart呢 他事實上就是 來協助一些免費的office 有什麼樣 有一些美工圖可以用 因為各位在用一般圍繞office 不是有美工圖鋪嗎 對不對 別的office就沒有啊 怎麼辦 你就去找這個網站 你可以直接按右鍵 直接搜尋就好了 好 找到他 那他上面這些 通通都是什麼 通通都是向量的 所以你放大縮小不時針 好 比如說你要這個 對不對 這裡有 點進去 前一個 沒有 應該可以點進去 有 有 有 那你就可以 把它下載下來 你可以看到呢 現在 它上面 有沒有這些格式可以選 SPG PNG 都有 那如果我下載的是 PNG 我就點一下 你可以自己按一下 把他另存起來 上面這邊 有沒有發現這是 PNG 好 那我把它另存 給各位看一下 另存 好 然後我放在下載這裡 現在呢 我回到剛剛這邊 如果我們在這個頁面 我在下面再增加一張圖片 我們就從貼上網址 那我要直接上傳的 我就從這邊插入圖片 從這邊上傳的 找到這一張 現在是這樣 那我把它的背景圖 把它換一下 我們的背景 點到它 這裡 強調 有沒有發現是透明的 這樣知道插在哪裡了 所以如果你的後面可能是有圖片也好 或是有背景顏色 這樣子要改就比較容易 你如果是擺的反而看起來怪怪 這樣了解了 OK